随着下雨泥流不断往下流动 边坡上的土石也缺了好几处 树枝也跟着滑动 这是位在七土区大华一路 通往马林旧道的高速公路寒洞旁边坡 因为连日大雨不断冲刷 前两天导致边坡土石开始有滑动的迹象 在市议员张耿辉先行会堪后 高工局也在这两天派人和张耿辉一起办理会堪 寻求改善的方法 避免发生更大的意外事故 那今天我们借由这个会议来讲 针对这个坤面的话 是我们路线到没有错 那初期的话我们先针对整个标准上面的 滑动就是做冰油 那接下来就会做一些所谓添加面的处理 把这一个边坡所有的原因解决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会把上方做一些接海水的设施 因为这边初夏图安全都是水的问题 先把这水的问题把它倒掉 以后将对这碰面就会比较容易担长 那12月10号 总会的准硬在这边飞锅缸 因为这边通往我们大发恶劣了 高速公路上的4K加248的 我们香港专业的行动 是不是发生了准硬 那因为怕危及到我们行资的安危 特地请我们期公所马上连入了相关 主管单位 我们北部高工级的洋务工程段 迅速来这个范围会堪 所以希望在我们范围的今天的主题下 希望各相关单位能够技术的来做一些防防措施 包括我们前方的我们派出所辖区的警示等等 务必要做好 由于行进这里的大小车辆非常多 张耿辉希望高工局紧速完成抢修及复旧工程 也提醒过往的车辆行进这里时 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